近日雅加达省政府在东部马来村原建了45件水泥房屋 所有符合原建条件的房子都改建成高脚屋 原因是雅加达东部马来村因为靠近智力温和而常年淹水 雅加达省政府协同穆斯林风县管理机构发起原建高脚屋计划 希望可以预防屋里进水 房子建造基础离地面30公分有一个宽阔的阳台 经过三个月的建造工程目前已经完成90% 甚至有些居民已经可以入住新房子 高脚屋的建设除了预防淹水 也给居民一个符合卫生条件的生活环境 除了改变屋子的设计 雅加达省政府也改善当地排水系统 预防水道堵塞的问题 由于靠近智力温和 该地区全年都会发生水灾 一旦下大雨 河水就会淹没住宅区 一般水位都会达到两公尺高 居民表示当地道路宅小 造成他们每次发生淹水 难以搬出重大的家具 大爱新闻印尼报导 导人 困难